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周润发结婚32年无字,贝宜和赵雅之有私生女,他老婆道出真相 周润发结婚32年无字,贝宜和赵雅之有私生女,他老婆道出真相 说起周润发,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,特别发恶书盖头的独身形象更是深入人心,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了 他也是第一位写入中学教科书的中国演员,而且他被誉为演技之神和一个时代的坐标 如今事业有成的周 周润发结婚32年无字,贝宜和赵雅之有私生女,他老婆道出真相 说起周润发,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,特别发恶书盖头的独身形象更是深入人心,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了 他也是第一位写入中学教科书的中国演员,而且他被誉为演技之神和一个时代的坐标 如今事业有成的周润发,只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,家庭非常贫穷,早年不得不辍学出打工,减轻家里的经历负担 但是周润发从小就很懂事,在他十岁的时候,因为父亲病重,他就已经出来床荡了 话说发哥如今已经61岁了,但是膝下无子无女,不禁让人一律重重 发哥在圈内是出名的感情专一,1987年与陈慧莲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陈慧莲作为新加坡首富的女儿,年轻的时候就个美人,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,发扫事越来越牢且越丑 然周润发却没有丝毫嫌弃,反而把他当作至宝捧在手心里 当年发扫曾怀过孕,但因孩子期待缠尽意外流产,两人为此痛苦了很久 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出阴影,因此发哥为了不让发嫂再经受这种痛苦,就决定不要孩子了 但是发哥对发嫂很宠爱,一直不离不弃 可能是为了弥补妻子心中的遗憾吧,最后领养了一个孩子,据说在澳大利亚留学 但是据资深人士透露,其实发哥还是有私生女,早年与赵雅芝合作上海汤的时候生的,如今已经22岁了 现在在广州生活,赵雅芝偶尔会去看他 只是,这段恋情真真假假,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传闻毕竟是传闻,可泄渡几乎无法查证 但是赵雅芝与黄锦的恋情,堪称娱乐圈的模范夫妻倒是千真万确,非常恩爱 在说赵雅芝与发哥合作上海汤之后,就没有再联系,资深女仪是应该死虚乌有吧 赵雅芝在1973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选举的香港小姐的比赛中,获得最上镜小姐称号 那时的赵雅芝才刚刚19岁,就堪称美丽与智慧并存的代表 就这样她开始了自己的娱乐圈生涯 赵雅芝一直被誉为娱乐圈的捕劳女神,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商人之家 今年赵雅芝已经63岁了,不过跟同龄人比起来,她仍然显得兴 春敬 厉 年龄还只是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那就是赵雅芝在婚恋方面也是非常成功,可以说是娱乐圈的婚后幸福女星之一 虽然赵雅芝经历了两任丈夫,但是这依然没有妨奈她婚后的幸福 赵雅芝络 21岁了依然细!至如蓝,岁月在脸上不留痕!即,不老女神当之无愧,深!断!妙!慢!幽!美! 他在微博自报过自己身!财!有料的小蜜!帮!吃货的小君,也是了两个礼拜,小坠!肉说没就没了! 在近期,我们依然能看到赵雅之活跃在银瓶上,不过,我们这次看到最多的却是他站在公益慈善的舞台上,先后赴甘肃、四川等贫困山区的小学进行捐款,并为他们进行饮水工程的建设。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16年香港会演雅集慈善晚会,赵雅之也是参与人员之一。 都说善良的女人是最美丽,幸福的,这样来形容赵雅之应该很恰当吧,怪不得黄锦身对他这么疼爱有加,不仅演绎事业得到大家的认可,心灵每一样被大家看在眼里。 和曾经被誉为台湾女神的肖强站在一起,这气质简直能够完胜49岁的肖强,网友都说,这次连播尿酸都帮不肖强了。 突然觉得,即使年龄差很多,但是气质真的不输呀。 结语。周润发与赵雅之真有私生女吗?